又要怎麼啦 他的菜量很少 一半是配料 然后大概肉呢只有几片 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们这些其实也没有和他去争论 因为理解他是景区 然后在买单的时候 老板娘就问了我们一句用餐体验 我们就说菜量有点少 然后呢 他的那个老公应该是那个厨师吧 然后在旁边就炸了 就说我们吃的比狗都还要干净 我们是消费者 那你作为商家来辱骂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肯定是不认可的 那我们就报警处理 他当着警察的面也在威胁我们 感谢观看